诶 杨经理 我刚才书上看到一句话 说人呐 在打电话的时候 会不自觉接过别人的东西 是吗 我不信 打个读 你输了的话 十顿宵夜 来啊 谁不谁啊 喂 马总 待会一起吃饭是吧 诶 没问题 好好好 金总 给你 喂 说话呀 啊 没有没有 刚刚来了一个别的电话 啊 行 行 一会儿见 你看金总 还在打电话 喂 你说启动资金不够 那就再加一个亿啊 金总 给你 所有跟钱有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好吧 我请你来去解决问题 你是搞点刺激的 杨经理 看着脸 你说啥 那两样法拉利给刮了 刮了就给我解开呗 那我怎么办 厉害啊 死亮 小姐我请啊 死亮 你想死还是不想活 金总 我错了 诶 九中号 老板 这是我今天的业绩 年终奖麻烦发一下 好 我一会儿安排 预计三十万年终奖 你忙去吧 好的 九总 九总 这是我今天的成绩 比三斤的销售额还多呢 你看我这年终奖 谁告诉你有年终奖呢 上一边去 三斤都有 凭什么我没有 哼 三斤 过来一下 九总怎么了 知道你为啥有年终奖吗 那当然 你不是我姐吗 你不是我姐吗 老板 我要年终奖 你怎么死心不敢啊 你跟我啥关系啊 跟我出去 老板 你等一下 三斤 你过来 怎么了 亲爱的 亲爱的 我该管九总叫什么 叫姐啊 还能叫什么 金总 我能反悔吗 不行 这大过年的 你不假装我男友 我怎么应付这些三姑六婆 快点 啊 好吧 哎呦 三斤来了 怎么又是他 真倒霉 你这人怎么这样 死缠难打 哼 你由我了解他吗 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吗 当然 他喜欢吃红烧鞋子麻辣汤 看来你做了不少功课呀 真怀念我们小时候 那时候空气都是甜的 你也没有男朋友 那个时候三岁确实没有男朋友 我现在可不一样啊 我开了家公司 随便谈几个项目就几千万 那是变三斤联姻 那是对两个大大的帮助 做梦 哎 这不是私料吗 爸 你们认识 是啊 之前工作差点破晓 多分到他爸的思路才挺过来啊 对对 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你怎么了 我好像吃坏肚子了 有点想吐 哎呦 这是怀上了吧 那些可贺啊 那就将计就计 对啊 我连孩子的小名都想好了 这叫小晶晶 你们 走 快跟爸去给他们孩子买些衣服吧 你胡说什么啊 别激动 小心动了太气 给我闭嘴吧你 我会一声 那是小晶晶 那是小晶晶 的硬性 我身心里刚才会有的